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别介意啊 你疯了 万一他还在外面呢 文兄 你轻松一点 你现在也是在帮我 而且我们俩是在演戏 你不会当真了吧 你喜欢我 那你为什么不说啊 我要先 先考上画师 考上画师 那你没考上你就不说了 我是那种 缺炎附射的女人吗 考上画师 是我和我爹之间的约点 我们文家书香门帝代代画师 你为何偏要去从军啊 画师除了拿得起笔杆 能保护得了身边的亲人吗 十几年前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才能放得下呀 那些劫匪为了夺我母亲的话 杀害我母亲 那个场景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我每天闭上眼睛 都能看到我母亲死去绝望的眼神 你叫我怎么放下 我会去画院 但若是拿到画师身份 你便别再管我弃比从容 所以 你跟你父亲的矛盾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嗯 我父亲觉得 画师才是正道 而我觉得 能守护家人才是正道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便下定决心不再学画画 而是细武从俊 那你 不会画画 怎么当画师啊 画师啊 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技艺画师 需要画界精湛 一类是学术画师 只需要平画剑画即可 我爹只说 让我考上画师 并没说是哪个类别 你 你有没有想法 是哪个人 的 他要是哪个人 是哪个人 那是哪个人 我刚才想要 这不是哪个人 他不想要 他冲那儿 会比其他双 秘阳 你确定不用派补快门 去找文公子吗 不必了 我与少爷有过约定 若是玉佩碎裂 才有生命危险 少爷只是将玉佩丢掉 证明一件还在他掌控之中 那我们就先暗兵不动 若文公子真能处理这桩药案 张某必定竭力配合 告辞 王掌柜 都准备好了吗 还有一个人呢 刚刚还在啊 你干什么 快松手 把刀放下 收起来 收起来呀 二位这是何意呀 你进来门都不敲 现在问我这是何意 二位 手下留情啊 我也是听命行事啊 听命行事 听谁的命 多业 我联系了大掌柜 大掌柜说了 让您的夫人呢 独自前往 您得留在此地 要不然就 放弃合作 一盘两散 相公 我一人前去也无妨 毕竟 正是要紧 可你的安危 你放心吧 他们也只是看中我的画作 而且 此处隐蔽 你在这待着也好 万一有官兵追来 咱俩 不至于一同被抓 你留在这儿 要是我愤人回不来 就让你死无全世 我留下 我留下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带这归客去呀 赶紧去呀 老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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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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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走了 你去后面探查 有情况及时会报 是 等会下 大掌柜 二掌柜的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怎么没来 二掌柜有些事情 所以让小的前来交接 另外 那名画季精神的南岳女子 小的已经送来了 在哪 这不是文锦炸他姨娘 文二夫人吗 一场烟雨大石烟霞图 闻春风湿里情归何处 谁用话机描写痴情的书 提笔落后尽更烟雾书 梅恶就潮尽了眉目 望庭愿深深红尘几度 谁用榴莲斩写相思如骨 自此举举尽莫想为初 你最怕干事 能冲出 好像一样 去 我心 和来随你人自我